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被认为是二战之后首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压倒性的海空军力优势 不甘心被动挨打的伊拉克不得不祭出了其唯一的杀手键 从苏联购买的飞毛腿导弹 而美军在沙特和以色列部署了号称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要在海湾战场表演现实版的星球大战 但飞毛腿还是造成多国部队及沙特和以色列民众巨大恐慌 以至于伊军只用区区几十部飞毛腿导弹发射车 就牵制了多国部队大量的空袭兵力 堪称是整场战争中较费比最高的武器装备 反观爱国者导弹系统虽然在战后被美国媒体吹成了飞毛腿克星 但其实际有效拦截率却非常低 本期视频就简单聊一聊 伊拉克为何只有飞毛腿导弹能反击 爱国者又是如何拦截飞毛腿的 以及此战对后来世界各国研发弹道导弹和反导系统的启示 提到地对地弹道导弹 大家脑海中就会显现出那些射程上万公里 一枚可灭一国的核导弹 而事实上弹道导弹的鼻祖 二战时期德国研制的V2导弹 就曾经给其对手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早在1930年代 天才火箭设计师冯·布劳恩 就在德国军方的资助下成功研制了多款液体火箭 但希特勒却看中了火箭的军事价值 于是能达到5倍音速的A4火箭 被装上了一吨重的弹头 并用陀螺仪来控制其飞行轨迹 就变成了最大射程320公里的V2导弹 从1944年9月到1945年3月底 德军共向伦敦发射了1115枚V2导弹 尽管其圆盖力误差达到300米 但英军防空雷达完全无法探测到V2 战斗机和高射炮更是无能为力 一度给英国民众造成了巨大恐慌 二战后 美国和苏联瓜分了德国的导弹遗产 开始研发自己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1957年苏联RH洲际导弹试射成功 具备了向华盛顿投掷核弹的能力 美国立刻以牙还牙 于第二年成功试射了宇宙神洲际导弹 结果双方被核导弹攻击首都的恐惧 被拉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防御导弹攻击 又成了两国军工人员必须解决的课题 从飞行原理来看 弹道导弹就是一枚按照事先预定的飞行轨迹 用来向预定目标投掷载荷的火箭弹 由于导弹全程由陀螺仪控制 一旦发射就不会改变其预定轨迹 理论上只要具备探测距离足够远的雷达 捕捉到敌方飞行末端的弹头 再迅速计算出其飞行轨迹 然后向预定位置发射高速拦截导弹 就可以将其击毁 但由于弹道导弹飞行末端的速度 普遍超过5倍音速 且弹头的雷达反射面积很小 发现和拦截难度极大 因此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 美国和苏联研发的战略反导系统 竟然都是用带核弹头的拦截弹 在高空核爆来摧毁来袭的敌方核弹头 而对数量更多携带普遍弹头的常规弹道导弹束手无策 1983年刚刚上台的美国里根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 推出了后来被戏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计划 提出用天机机关武器新一代高精度导弹等新概念武器 而非核导弹来拦截苏联的弹道导弹 虽然这一星球大战计划普遍被认为是一场战略欺诈 却让公众第一次对如何拦截弹道导弹产生了兴趣 当时谁也没想到1991年会发生真实的毛与顿的对抗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 苏联就感受到了美英远比德国更严重的战略威胁 于是斯大林下令不惜代驾在德国V2导弹基础上 打造本国的弹道导弹家族 1948年在原德国导弹专家的协助下 苏联制射了第一枚本国弹道导弹 并于1957年专备R11型单极液体短程弹道导弹 并逐步发展成了西方国家称为飞毛腿的庞大导弹家族 其中飞毛腿B型导弹 弹长11.37米 弹径0.885米 发射重量5.9吨 采用发烟硝酸和P-2甲警为推进器 最大飞行速度5倍音速 可向300公里外的目标 投掷一颗一吨重的弹头 苏联掌握核弹小型化技术后 很快又给飞毛腿导弹装上了核弹头 成为了一款威慑西欧国家的利器 为了能够让飞毛腿下放到陆军 苏联军工部门专门为其研制了 MAZ-543型特种运输车辆 每辆运输起数发射车辆 可以携带一枚飞毛腿导弹 每个集团军属导弹旅 配备有三个营 共12部发射车 尽管仍然需要在发射之前安装弹头 并加注推进器 但其可以伴随装甲部队快速前进 堪称是当时苏联陆军最强大的远程大炮 苏联还向友好国家推销常规型飞毛腿 并吸引了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的注意 1986年为了打破两一战场上的僵局 伊拉克先后从苏联购买了36套 飞毛腿B型导弹发射系统和800枚导弹 尽管这时的飞毛腿B的技术水平已经落后 但面对没有强大防空系统的伊朗 依然是难以对抗的杀手锏武器 为了能最大限度发挥导弹优势 伊拉克军工人员双管旗下 一面采用家常导弹弹体 以增加推进剂并缩小弹头的办法 搞出了射程630公里的侯赛因 和900公里的阿巴斯导弹 不过外界通常也将二者归入飞毛腿家族 另一方面研发了装填化学毒剂的弹头 从而大幅提高了该型导弹 对于无防护目标的杀伤力 尽管伊朗也从朝鲜获得了几乎相同的短程弹道导弹 但综合来看伊拉克在导弹西城战中取得的战果更大 甚至正是双方的都无法奈何 对方用弹道导弹毁灭几方城市 两一战争才于1988年8月20日停火 两一战争结束后 萨达姆并没有休养生息 反而将发动战争作为解决国内危机的手段 并于1990年8月2日悍然吞并了科威特 国际社会反应强烈 美国及其盟友迅速向海湾地区增兵 这时伊拉克不可能再向苏联或其他国家外购武器 本国又无力研发能和西方国家对抗的海空军装备 所以海湾战争还未打响 军事观察家就普遍认为 伊军装备的飞毛腿B及其衍生型号 将会是在战斗打响后 萨达姆唯一能反击多国联军的戾气 对于飞毛腿导弹的威胁 美国军方早有准备 1967年面对苏联装备的弹道导弹越来越多 且有向第三世界反美国家扩散的风险 五角大楼要求雷神公司研制新一代中高空防空导弹系统 以取代已经老旧的耐机系统 1982年首批系统装备美军 并被赋予了爱国者的绰号 尽管爱国者的主要使命 仍然是拦截速军高空高速飞行的战机 但具备了对短程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 其配备的ANMPQ-53相控制雷达 最大探测距离160公里 可同时监控100个目标 采用四连装发射装置发射的PAC-1型拦截导弹长5.8米 发射重量914千克 末端飞行速度可达6倍音速 对飞机作战时最大射程为80千米 对弹道导弹作战则降为40千米 当其雷达系统探测到处在飞行末端的弹道导弹后 计算机会迅速计算出其飞行轨迹 雷达迅速转为火控模式 并对准预定空域 如果能发现预定目标就确认为威胁 火控系统会自动发射拦截弹 由雷达引导其正面迎击来袭目标 当双方距离足够近时 拦截弹的进炸引信会引爆中68千克的战斗部 依靠高速弹片摧毁来袭导弹弹头 由于此时的飞毛腿导弹速度已经不够快 且不具备末端机动能力 爱国者对其有很高的拦截成功率 当海湾战争爆发后 美国迅速向沙特部署了12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连 每个连配备最多8组发射单元 其中部分发射连装备的是改进后的PAC-2拦截弹 其更新了电子设备和进炸引信 并改进了破片结构 拥有更强的拦截弹道导弹能力 果然1991年1月17日 联军大规模空袭行动 及沙漠风暴行动打响之后 伊拉克的众多军队指挥中枢和政府机构被空袭摧毁 而其防空部队却无能为力 18日 萨达姆就下令用飞毛腿还击 当天2059分至3027分 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海法先后挨了8枚飞毛腿导弹 萨达姆此举试图逼迫以色列亲自下场 来分裂反异同盟 美国立即向以色列部署了4个爱国者连 并全力搜寻飞毛腿导弹发射车 可这时他们才注意到 虽然双方整体差距悬殊 但由于飞毛腿导弹发射车机动灵活 联军的战机很难将其摧毁 预警机也同样很难发现处于升空阶段的飞毛腿 美军甚至调用了防御苏联洲际导弹的预警卫星 来探测飞毛腿发射时的尾焰 可卫星必须沿轨道周期性的掠过伊拉克 这样就只能靠爱国者的雷达 搜寻已经处于末端飞行阶段的飞毛腿 搞得联军士兵每天都精神紧张 整个海湾战争期间 一军共向以色列发射了42枚飞毛腿导弹 向沙特境内发射了46枚飞毛腿导弹 美军宣称爱国者系统共拦截了50枚飞毛腿导弹 其余导弹由于命中精度太差 并没有对地面设施造成重大破坏 但美国专家调查后却指出 由于反导作战的复杂性 实际上仅有9枚飞毛腿被拦截 而爱国者同样暴露了一些弊端 譬如飞毛腿因研制时代过早 进入再入断时 弹头不会与弹体分离 甚至会在下坠过程中高速翻滚 更离谱的是侯赛因导弹 由于伊拉克军工水平太差 再入时弹体甚至会解体成数块 结果很多爱国者拦截弹 看似成功拦截了飞毛腿 但实际摧毁的是已成空壳的弹体 弹头落地照样会造成巨大破坏 最不可思议的是2月25日 一枚飞毛腿导弹飞向位于沙特境内 达兰的美国军营 尽管爱国者的雷达捕捉到了该导弹 却由于电脑计时器的累积误差 雷达波指向了错误空域 未能跟踪到目标 因此误判其为虚警 而未发射拦截弹 这枚飞毛腿弹头在美军军营内爆炸 造成28名美军阵亡 98人受伤 成为海湾战争中美军单次损失最惨重的事件 尽管多数异军向沙特发射的飞毛腿 并没有造成实际破坏 却搞得利亚德人人自危 沙特政府只得搬到了吉达 王室成员疏散到了麦加和麦蒂娜 而以色列地匣人仇 无形发达了飞毛腿的破坏力 共有两人死亡 230人受伤 10900套防务受损 却只能挨打而不能反击 面对汹涌的民意 以色列政府只得向美军施压 焦头烂额的联军司令部 只好下令空袭伊拉克的战机编队 将飞毛腿发射车列为优先打击目标 试图从源头掐灭这一威胁 然而当联军战机如发疯般 满伊拉克抓飞毛腿导弹发射车后 伊拉克人马上见招拆招 一面尽可能缩短飞毛腿发射时间 这样即使美军战机在空中 看到了刚刚升空的飞毛腿导弹 也无法顺藤摸瓜摧毁 已经隐藏起来的发射车 伊拉克人还造了很多假的发射车 让联军白白浪费弹药 夺过部队只得增加战机数量 战机飞行员也降低飞行高度和速度 于是一些原本能被摧毁的伊军其他目标得以幸存 而一些伊军高射炮则抓住联军战机 只顾找飞毛腿的机会 突然开火将其击落击伤 战后统计联军出动了数千架次战机 最终仅摧毁了19辆飞毛腿发射车 尽管海湾战争最终以以色列军惨败收场 却证明以飞毛腿为代表的短程弹道导弹 足以称为穷国的杀手锏 这场飞毛腿与爱国者的对抗对战后装备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战充分分析爱国者此战中的得失 于是推出了命中精度更高的PAC-2J1M 而在1995年又搞出了新一代的PAC-3拦截弹 该型导弹采用动能碰撞战斗部 代替了之前的高爆战斗部 从而缩减了导弹的体积 原来的四连装导弹发射架能够兼容16枚PAC-3拦截弹 这样就可以通过饱和拦截的方式来摧毁来袭的敌方导弹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系统因为遭受多年的国际制裁 能作战的早已寥寥无几 再加上这一次美军直接攻入伊拉克领土 飞毛腿发射车几乎没有机动作战空间 故而在这场战争中毫无作为 而作为飞毛腿的母国 苏联及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 一直非常重视发展短程导弹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 俄军装备了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其同时拥有惯性制导系统 卫星导航系统和末端制导系统 480公里射程的原概率偏差只有30米 其弹体具有较好的隐身外形 内部安装了电子对抗设备 飞行过程中会放出雷达诱饵弹 再入断还可以进行20至30计的机动 可以突破爱国者的拦截 而朝鲜在1990年代 将发展本国的弹道导弹 作为抗衡美韩空军优势的重要手段 伊朗也在引进朝鲜导弹的基础上 搞出了自己的流行系列导弹 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一对老冤家 也大力发展本国的弹道导弹 并作为主要的核武器载具 就连美军近些年也将 与M270火箭炮共架的陆军战术导弹发展成 射程550公里的精确打击导弹 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局部战争中 仍然可能上演飞毛腿与爱国者的大战 那么屏幕前的朋友 你们认为弹道导弹 还能继续作为杀手间武器吗 请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是大胖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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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击导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